我们中圆了 这个过节 连烧纸一个好的地方都找不到 都人心惶惶的不能挨下来 看来上面真的让我们阴阳两个 一是他们可能也不太懂 二呢 就上面定论的中层 他又为了避免责任 就干脆 为了省心省事 当然 当然懂事一点 实际上上面就有不太合理的话 下面还会有对策 那这才是好的领导 各地风俗 各地这个习惯都不一样 总之呢 再下一点 就是每个家庭又不一样 他切实的 相对的考虑到你 这才叫好的父母官 那没办法的 都认为这个说有污染 有火灾 实际上那都是很笨的人 有火灾 极少数 多数的灾也不在这个 除非你说森林大火这一年 真的很热 那么这种地方容易自然的出现 你再加一点明火 那就需要注意了 那说到污染 那更多的 包括农村的这个解杆污染 实际上全都是汽车的尾器 工业的生产 都是工业产品导致的 而农家的这种自然的木炭火 没有什么 那很快自然就代谢了 那没办法 说到哪就是哪 我们这节课说说关公 这个关公 好像我们前面说过 那现在不 外围财神 甚至一文一武 跟孔子都是圣人级别的人物 在下面啊 关公也是递个越来越高 到什么层次 具体的我们还不是了解 有的甚至言说渝皇大帝 就是这一届的搞不清楚 不是这行里的人 也更不是这一届的人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听听的也有道理 因为第一呢 从人道讲 关公当年做到了 应该做的所有的事 做得够 就这么一句话 第二呢 后世的一些原因 那人们拜传他的多 那么越念他 这个力越强啊 老是稍想给他加持 心里有这个念力 大家众人的力量 是才火焰高 第三呢 就是天道 我们到这个时代 非常缺乏这个中意 所以这个天地人齐了 关公才能不断的上位 那就成就了 我们说后世呢 这个关公 之前还有个岳飞 实际上有一事啊 这个是吕祖传 明文所写下的 记载下来说 一个金甲武士 那么就是内室的 关公 是不是他本灵是所有的主灵 还是分灵 就搞不清楚了 反正呢 他也讲 这个 岳飞啊 其实 这一个飞字 我们想到了 他就是张飞的 转生 在世人 那么我们 这个故事啊 还有张飞转了好几世 那这一世是最 有名气的 还有历史的原因 因为抵抗金人 当然后来呢 这个清朝 很多都是金人的 侯医 所以呢 导致 就不好意思再拜他了 就打我们的老祖宗 那不行了 立场不一样 但是呢 最终 还是 关公 唠到我们现在 那说他呢 现在 我曾经一次 梦里见到他 那个 好几 应该有 超过十层楼 那么高大的 神区 梦里出现 仗义 书才 四个单子 那是我 之前那个灾呀 我确实帮了不少人 其中这一个 是最大的一个事 但是呢 我没有 太在意 我以为 我在他面前 就是个小板凳 那么大小 命里好像也有说 是他的这个 文书生 帮他 安全码好写文章的